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的加州正在毁灭当中 而且不只是加州本身而已 而是带着整个美国 甚至全世界都往不道德的方向前进 很多人看到我们加州是充满嘲笑的 你们洛杉矶 一个旧金山 就是一个索多玛 一个俄摩拉 很多 我们看到很多的教会 例如像说 照片上面看到的这个路德会 还有这个卫理工会 有变姓人的牧师 还有变庄皇后的牧师 是充满嘲笑的 我们在网路上面常常看到就是 你看他们林恩派怎样怎样怎样 你看他们福音派怎样怎样 你看他们加尔文主义怎样怎样 你看他们如何如何的 但是我们不可以这个样子 我们不可以自满 当我们的弟兄姐妹 当犹大跌倒的时候 我们不能黯然自喜 我们不能够嘲笑对方即将毁灭了 我们不要自大的耻笑跌倒的教会 也不能站在一旁 与我们的敌人同伙 我们要起来帮助他们 帮助其他的教会 帮助其他的兄弟弟兄姐妹 重新站起来 重新的复兴 帮助他们一起在这里面奋斗 很多时候我们说教会要和音 但是我们很多时候看到 在教会里面发生的乱象 那当然了 这个是一少部分的教会 但是我们看到这样新闻的时候 也是非常震惊 因为在最近几年 其实这个教会并不是说 一个两个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我们如果要是常看新闻 你会发现不断不断的 这样的教会在冒出来 那很多时候我们就想要说 在那个教会里聚会的会众怎么办 他们很多的时候是不清楚真理的 他们是不知道的 或许他们一信主的时候 他们就是在那样的环境里面 那他们得到的教导就是说 同性恋不是罪 这些没有关系 神是我们的大牧者 都会体谅我们 我们可以继续犯罪 神的保险 反正已经折在我们 这些都没有关系 或许 在这些教会里面 木会的这些牧师 不管我们看到是这种 是变性人的 被案例的录者也好 或者是这种 这个叫drag queen 英文叫drag queen 其实他是男扮女装 是男人啊 但是他就要穿成女人这样的样子 然后他去教会里面 不仅是说给大人讲道 然后也会给小孩有些福祉 那我们在这种时候 如果他们 是知道圣经真理的 如果他们是真的读过圣经 是真的读过神学院 然后被案例的牧师 他们不可能不知道 神对这些事情的态度是怎么样 他们不会不知道 圣经的教导是怎么样 他们不会不知道 继续往这条路走的 结果是什么 就是毁灭 那在他们教会里面的 会众怎么办 如果他们没有真正 接触过神圣经的福音的时候 他们认为那就是真正的教导的时候 那要怎么办 很多时候我们 就像你刚才讲的 我们教会里面 很多时候 这个大家如果吵说 你灵恩派 因为我们做网络事工嘛 所以尤其在网上 会看到更多证 你们灵恩派怎么样 你们福音派怎么怎么样 但是其实这个时候 撒旦正在攻击 正在攻击我们通过网路也好 然后再洗脑我们的青少年 洗脑我们的小孩 那很多时候我们只是看到说 我们身边发生的是 你这个不对 你这个不对 但是在我们的观点看来 只要是真理基础方面 没有问题的教会 我们都可以在一起联合 我们都可以在一起合作 我们都可以合一 在神的真理里合一 一起来同工 我们要知道 我们真正的敌人是谁 不是我们的兄弟姐妹 兄弟姐妹会发生口角 这是很正常 各位大家都是结了婚的 是吧 也是结了婚的 对我是结了婚的 两口子还半嘴呢 是吧 是 这个事情都是非常非常的正常 所以不冲突真理的 我们都应该 往一个方向合一的去发展 而且我们要非常明确 撒旦现在在做什么事情 我们要攻击的敌人到底是谁 我们要防御的是哪一个方面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抛去 各种各样的偏见 在真理里的我们的确要联合起来 所以我们在教会的确需要复兴 因为尤其是在这个末后的非常紧迫的阶段里面 如果教会不复兴 教会不合一的话 身很伤心 而且我们的力量是非常薄弱的 所以我们有这样的联导会 我们就是觉得非常非常开心 牧者都会在一起 然后我们都有讨论的空间 我们都有一个方向的目标性发展 所以接下来 请我们大家 我看可以用我们分小组的形式 好不好 我觉得这样祷告起来好像更加火热 更加有力量一些 大家可以看身边的比如说三四个人 我们作为一个小组好不好 然后我们大家一起来为教会的 合一还有复兴来祷告 下一个祷告事项 我们希望愿意回应神呼召的基督徒 神可以把我们聚集在一起 来凝结成神的经历 我们一起来朗读这一段的经文 在俄巴蒂亚书第一章十七到十八节 一二三清 在西洋山必有逃脱的人 那山也必成圣 雅各家必得原有的产业 雅各家必成为大火 约瑟家必成为火焰 以扫家必如碎节 火必将它烧着吞灭 以扫家必无余胜的 这是耶和华说的 圣经上说 雅各家必成大火 而且会吞噬 而且歼灭以扫家 也就是Andomite 以东人 以东人必无余胜的 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 所以就说我们一定会得到胜利 前提是要接受到神的呼召 还有合一 合一的前进 合一的奋战 合一的分别为胜 因为这是神应许的 For the Lord has spoken 那在这个左派掌控的州 我们的加州 还是有非常多很棒的教会 有非常多好的牧师 因为我们加州的处境 我们产生的最保守 最勇敢 最不害怕的基督徒 除了大家耳熟能详的 Grace Community Church 的John McArthur Capberry Chapel 的Jack Hibbs 还有我们透过活动 认识了Pray California 宣教士Wolfgang 还有Christ Community Reformed Church 的Gary Chas 牧师 还有这次竞选 这个加州州议会的 Raul Ortiz 牧师 很多教会都看不惯 这个世界的走向 很多教会 看不惯教会的走向 我们要把他们找出来 这些分别为胜的教会 找出来 兴起他们 跟他们一起合一 让他们合一 一起分别为胜 一起奋斗 要在这个世界 做教会的严根光 让神使用他们的生命 来改变更多的人 我们要兴起义人 来当小组长 我们要兴起义人 来带敬拜 我们要兴起义人 来教导儿童的主日学 我们的教会 不可以再官僚了 我们教会 不可以有贵族系统 教会要找到那些 接受呼召的人 一起合一 一起战斗 那我们认识的这些牧师 每次我们有的时候 会去参加他们的特会 然后他们有一些 一些祷告会 或者是一些事项的分享 或者是意向分享的回忆 每一次去都感觉 非常非常的有得着 真的是神在幕后的时候 要兴起的精英 我们也觉得 像他们要学习的方面很多 但是虽然我们有时候 看到说 加州好像真的很乱 或者是怎么好像 比别的州 这些乱七八糟的税 要更多一些 但是真的是 这个环境可以造就人 这个环境可以建造人 这个环境真的可以 把我们建造起来 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说 这个跟圣经的教导 不符合 很多这些东西 出现在我们的教会里 出现在我们的社区里 那我们的基督徒 回应神的呼召 我们就要去做一些 所以不仅仅是 我们图片上的这几个牧师 在座的牧者也是 我们学习好榜样 我们每次看到 我们每次想起来 都让我们感觉到 神的工作真的是奇妙 而且我们觉得 在神家里面 一起合一的这个力量 是非常巨大的 所以我们 要持守圣经的真理 就像刚才的经文里面讲的 不管怎么样 我们到最后的结局 就是胜利 耶稣基督就是已经得胜 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结局 我们现在就当每一天 活出不一样的生命 然后我们真的可以 在真理里面合一 所以我们接下来的 这个祷告事项 就是希望神能够把所有这些 他呼召的这一批人 让我们都连接在一起 然后我们可以做成神的工作 神要使用我们这一批人 大大的发光发热 好不好 而且我补充一下 这位第三位 Gary Chess 他在East San Diego 那个地方 然后他去参加 他去竞选校董会 然后他去竞选 这个City Council 各方面的 因为他的祷告 他已经在那边 成立一个十年 就是反堕胎的一个团体 然后他在整个East San Diego 那个区里面 是没有一家 Plan Parenthood 没有一家 Family Association 就是全部那个地方 是全部禁止堕胎的 他们那个地方 就是因为他们的祷告 还有他们的努力 他们一次一次 因为他们知道 堕胎诊所里面 在发生什么 这个我们真的是 没有办法骗人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 堕胎诊所 那个地方是做什么 那他知道 他就觉得说 神把他放在那一个地方 那他要为这个地区来负责 所以他经过多年的努力 然后包括去堕胎诊所 的服事 那个地方已经变成 abortion free 就是他所在的这个地区 堕胎诊所全部都关门 所以我们做的事情 是有用的 只要我们合一的一起去 他联合了好几个教会 一起去堕胎中心 那个地方 然后一起去服侍那些 想要堕胎的年轻妈妈 告诉他们说 你可以不用杀婴儿 你不用杀自己的孩子 所以说我们合一的一起行动 是非常重要的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 为这一个事项来祷告 好 那在我们的教会呢 都在神的真理里面 同心合一了之后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 依靠神 产生出明确的应对措施 以及战略行动 那在这里面呢 有非常重要的三个字 就是 依靠神 而不是依靠别的 在这个很多时候 信息非常混乱的时代 包括我们呢 很多的时候也都感觉到 非常的confused 就是这些东西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但是真想告明白 这些是怎么回事 而且我们要做什么 我们就要回到圣经的真理里面 我们要单单的依靠神 好的 下面更罗西书二章十八到十九节 我们一起来朗诵 一二三 请 不可让人因这故意谦虚 和信败天使 就夺去你们的奖赏 这等人居民在所见过的 有古卷座 这等人窥察 所没有见过的 随着自己的欲行 无故的自刀不大 不执行人受西都 全神既然靠着他 今节得以相助联络 就是因神大得掌尽 对我们不可以因为 别人故意谦虚 或者是敬拜天使 就完全的听从 我们不可以听说 谁谁谁很属灵 谁谁谁很虔诚 我们就完全照着他的方向走 我们不可以有偶像 我们要依靠神 今节得以相助联络 因为神的大能得掌尽 我们不能只看AI news AI news只是两个小孩 政治知识不够 圣经知识也不够 所以请各个教会 跟我们一起合作 依靠着耶稣来翻转这个时代 跟大家说句实话了 人不可能不犯错 对吧 大家先看AI news 我们有没有犯错的几率 绝对有 一定可能的 不犯错的只有圣经这一本书 所以我们大家回到真理里面 可以一起的依靠神 能够产生出非常明确的应对措施 以及战略的行动 这个里面最主要的一个元素 就是我们要持定 援手耶稣基督为中心 我们要抓紧时间去制定 这样的目标跟方向 而不是坐以待毙 那么翻转时代呢 是需要我们每个人都要扛起责任 不仅仅是在座的各位牧者了 你只要是基督徒 你有读过圣经的 在家里面 在社会上 在你的工作领域 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自己需要 担心的责任 在我们的社区职场家庭里面 要行动起来 那接下来就是要依靠神的智慧跟大能 而不是盲从偶像 我们要有明确的目标 我们要有明确的方向 我们不可以期待着掌权者 或是有影响力的人 或是网红来告诉我们要如何行动 我们不能只靠川普 我们不能只靠共和党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起来祷告 而且让神告诉我们 我们能做什么 我们的教会能做什么 我们要告诉每一个基督徒 翻转这个时代 拨乱反正 翻转美国 翻转加州 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 是神给我们的责任 神会使用我们每一个人 神会听每一个人的祷告 神会给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任务 我们投票不能偷懒 我们要了解律法 我们要了解法律 了解新闻 了解学校 了解我们的孩子 靠着神来拟定明确的应对措施 以及战略行动 我们在这儿呢 有一些 如果我们的看见了 那我们可以做 就像刚才 我们听到 之前在特会上面 听到那个 San Diego的牧师 跟我们分享 他这么多年的故事 结果他那一片的堕胎帧数 全部都停止 这个是让我们感觉到 非常非常惊讶的 很多的时候 其实说实话 我们说的比做的更多 但是人家通过非常多年的行动 的确是中处的那个地 留人写的这样一个罪恶 所以其实他做的也是我们可以参考的一个方向 我们也可以去做 那这个是一个拯救生命的一个服势 在堕胎诊所 其实只要我们上网来搜索一下 其实堕胎诊所不仅仅只有叫Plan Parenthood 这个才叫堕胎诊所 有的堕胎诊所 它还有别的名字 还是别的机构 但他们其实做的都是一样的事 那如果呢 我们只要上网 你用那个Google Map 我们用地图来搜一下 就知道 在我们附近有多少家的堕胎诊所 那教会呢 要珍爱神创造的生命了 因为那些没有出生的婴孩 其实跟我们都是一样 神说他们在母部里面的时候 在成行以前 神就已经认识他们 而且对他们每一个人都有命运和呼召 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来讲 或者我们作为成年人 我们的确知道 堕胎诊所是干嘛的 那里就是流人血 杀人生命的一个地方 他们杀掉了神要将来使用成才的这样一个人 他们杀掉了神创造的这样一个生命 那我们可以去做什么样的图示呢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知道说 有很多这种单亲妈妈也好 他们选择堕胎的原因 第一个是经济方面有困难 实在经济方面的困难 他们觉得说养不起了 没有钱呢 所以我决定就是 还是把这个小孩给杀掉吧 第二个就是 孩子父亲不见了 不负责任 跑了 找不着了 那我一个大姑娘我还没结婚 我怎么办呢 为了我以后的这个生活 过得比较好点 那我现在就去把它留掉吧 那第三个就是 孩子母亲不成熟 他不懂得生命的宝贵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他们没有神话语的喂养 他们不懂得神的真理 所以他们在走投无路的时候 他们就会做出这样一个决定 就是说我杀害了婴儿 我以后未来的道路就会更加的好走 或者是我的工作 我人生的前途 我未来的婚姻 就会变得更加比较好一些 所以呢我们可以 针对这些方面 我们有一些有智慧 而且不冲动的进化 我们可以比如说以城市为单位 比如说在这一个城市里面 有几家堕胎诊所 然后我们在这一个城市里的教会 可以联合起来 第一为这些地方守望祷告 第二个可以安排在堕胎诊所门口的 轮值服饰 堕胎诊所呢 其实并不是天天杀人的 我们可以那个找到他们的网站 说他们到底哪一天开门 如果只要站在那个门口 站在旁边就好 我之前有看过一个 在youtube上一个非常年轻的女生 她怎么去做她那个折所门口 不是她是铁骨掉骨吧 站在那看到有女生要往里走 其实这时候女人都很害怕 她不知道说我这个选择 到底是对还是不对 她在门口犹豫的时候 她就叫她说 你不用做这样的决定 你可以不杀死你的小孩 我来帮助你 我来帮助你 然后这个女的 啊 求你帮助我 就来了 她只要这样一等待 一个人的生命就被救了 这是不得了的事情啊 这真的是不得了的事情 但是你说 其实真的说要花出 花出多大代价吗 让你大半夜在那等 不用了 大半夜人坐在这儿 也不开门 所以就是 不用说 不会说 我觉得这个不会说特别辛苦了 教会可以安排轮值服势 比如说这个礼拜是你们教会 下礼拜是他们教会 在门口传福音啊 是吧 说你没有走投无路 耶稣是你唯一的盼望 到耶稣这里来 你不用杀死你的小孩 杀死小孩 以后某一天 他一定会后悔 而且他那个产生的心理伤痛 是之后没有办法预合的 所以我们可以给这些人 带来盼望 我们可以给他们指一条明路 就是说 你并不是说杀了你的小孩 你未来就会好 信耶稣你未来才会好啊 所以啊 这些事情是我们可以做的哈 还有像一些 单亲家庭的关怀 就比如说这个女生 她有一些经济的困难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 对她有些关怀 然后教会里面 有一些资助来帮助她 还有一些后续的跟进 关怀 提供各种各样的帮助 这个都是我们可以做的 这是非常不得了的 是只要服侍一个人 服侍一个人的 拯救一个生命 很棒啊 好 好 那除了这个拯救生命 作胎之外的这个战略行动呢 来我们下一张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行动 就是我们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新闻哈 就是我们很多地方的这个图书馆呢 现在已经被这个变装皇后给包围了 就是男人非得穿女装啊 对画成这个样子 那他们呢会拿这种图画本去到那个图书馆里面 给小孩讲故事 那很多你知道现在的家长 他们如果没有经过圣经真理的这个 他们也觉得说这就是包容嘛 没问题小孩就去听吧 但是其实他们的绘本故事里讲的都是什么 讲的都是说同性恋OK啊 变性人OK啊 你真的是男孩吗 你要不要再仔细考虑一下呀 你或许有可能喜欢粉色东西啊 那证明你是女孩 他们通过这种东西给这些小孩来洗脑 但是我们可以做什么 我们可以做是牧师故事时间啊 图书馆是公共的地方 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去讲故事 这个非常简单 只要你走到图书馆里面去 你说我要预约一个时间 我要在这里讲故事 人家就会拿出一个单子来 说你填吧 你看看你是几号来 几点来 你怎么怎么样 这个时候我们教会里面就可以做flyer 大家就往外发了 对吧 我们教会附近的那个图书馆 我们几点几点 会在那里讲故事 那当然了 只是起个名叫故事 那个牧师故事时间 不一定牧师会得去啊 我们可以有教会里面 其他故事的人 像我们的青少年 青少年也可以去啊 对吧 我们青少年英文比较好 对不对 可以去给那个小小孩 讲这些绘本故事 告诉他们一男一女的创造 告诉他们圣经是什么 而且同时也给大人传的福音 小孩在那玩 大人也在旁边听着 觉得不错 问一下说 你们这个故事挺好啊 你们教会在哪里 我们教会不远 离这个图书馆就在那边 太好了 我们家就住在附近啊 到了里边看 你就看吧 大人带着孩子 就来了 所以这个是我们一个 传福音的一个机会 让他们能够明白 很多美心主的人 他们也知道 这种好或不对啊 但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不对 对吧 他们只能说 这些人不正常 为啥不正常 不知道 所以呢 我们通过圣经真理 就可以给他们讲说 为什么你心里会有这种感觉 是我们歧视吗 不是啊 是因为他跟神的创造不一样 所以呢 我们可以通过图书馆里面预约时间 然后去给孩子讲绘本故事 那绘本故事呢 有很多 在这里给大家有几个推荐吧 下一张 一个呢就是 Jesus and my gender 我们呢买的这个绘本故事 我们教会现在也在用 有拿给儿童主持学的老师 让他们去研究 然后做一个课程出来 这些里面都是非常有意思的 这个Jesus and my gender呢 里面讲了 就是说我们 神创造 就是两个性别 然后男生跟女生有什么不同 男人跟女人的功用有什么不一样 然后神创造对我们的心意到底是什么 那第二个呢就是 As the girl 那他这个里面讲 圣灵结束的九种果子 然后还有美国建国的立国的根基 都是用小孩子非常好的这个理解的方式 里面都是画的非常漂亮的这个图画 让小孩能够理解 让他们能够明白 那第三个就是 Johnny the Wallace 就是海象枪名 那这个也是讲说 小孩的那个天马行空的想象力 那家长应该要如何应对等等等等 这些都是我们看过 然后觉得不错的绘本故事 是比较适合小朋友的 那大家如果上网去找 肯定还会有更多 好吧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为 呃今天这个祷告事项来祷告 就是我们要依靠神能够产生出明确的应对措施 以及战略行动 好来祷告精英们 我们开始分小组一起来祷告吧 好那下面我们一个祷告事项呢 我们呃在刚才已经产生出了非常明确的应对措施 还有战略行动 那我们接下来需要做的就是建立精兵 带出执行力来夺回我们的社区 好哥罗西书三章八到十一节 我们大家一起来一二三竞 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 以及脑痕愤怒恶毒毁放并口中污秽的言语 不要彼此说谎 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 穿上了新人 这新人在趋势上渐渐更新 正如造他主的人像 在此并不分弥厉以西人 犹太人受割离的 未受割离的 化外人西武敌人 为儒的自主的 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 又住在恶人之内 那刚刚那一段常常被来解释 就是看现在基督徒要不要行割离 但是圣经想要传达的理念 是远远超过要不要行割离的 这个世代变成这个样子 每个人都很愤怒 每个人都很想要反击 每个人都很无奈 但是这个时候就是我们更应该要合一的时候 我们不是合一的起来 批评民主党的邪恶 还有共和党的软弱 不是只是合一起来 骂左派的无知 或是骂右派的无能 我们是要不对彼此说谎 因为我们已经脱去旧人 以及旧人的行为 我们要穿上新人 而且在知识上渐渐更新 正如耶稣的形象 我们要跟耶稣一样 亲自的去执行 亲自的去传福音 亲自的把神的价值观 跟道德观化在人的心里面 我们要付出行动 每一个教会都有使命 不管是大教会还是小教会 我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 要以翻转我们的社区为己任 因为基督是教会的核心 是包括一切的 这都是耶稣要我们做的 所以我们要建立一个属神的军队 一群成熟的基督徒 我们要用圣经来审查 我们自己跟我们的教会 我们要当一个Political incorrect的基督徒 我们要建立一个符合圣经的军队 不能对罪 智弱网文 不可以再妥协 好 那我们建立精兵 弹书执行力奪回社区呢 就是我们现在针对儿童主义学要有改革 对青少年团体要有改革 对成人圣经价值观的教导要有改革 我们看到撒旦在如何攻击 我们知道他们的手段是什么 所以我们要有一些针对这样的措施 要有因应的这样一个教导 要让神圣经的真理活在每一个人的心中 好 那接下来我们可以来为这样一个事项 建立精兵带出执行力奪回社区的事项来祷告 下一个祷告事项就是 在我们做这一切的过程中求主来帮助我们 刚强壮胆 让耶稣在我们的生命中得到彰显和荣耀 因为我们知道仇敌的下场是怎么样 我们知道我们的大军王是何等也有能力 好 那我们一起来 尼加苏三章三到五节 一二三请 吃我民的肉 剥他们的皮 打折他们的骨头 分成筷子像药下锅 又像土中的肉 到了遭灾的时候 这些人必哀求耶和华 他却不应于他们 那是他必照他们所行的恶事 向他们掩面 我们知道我们的教会正在被攻击 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正在被攻击 而且一定会被攻击 这是圣经说的 我们会被不公平的对待 我们会因为说出真理而被禁言 我们会因为为了要守护我们的信仰 甚至会有生命的威胁 但是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神会亲自的来审判这个世界 所以我们不可以害怕 我们要继续的传福音 而且继续传达正确的价值观 因为神在这里应许我们说 在末后的日子 耶和华殿的山必建立 弥加书四章一到二节 我们大家一起来一二三 请 末后的日子 耶和华殿的山必建立 超乎诸山 高举过于万民 万民都要留灰这山 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 说来吧 我们登耶和华的山 分雅各神的殿 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 我们也要行他的路 因为训悔必出于西安 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 阿们 在末后的日子 万民都要回到神的殿堂 许多国的民都要继续来跟随神 我们要遵守神的律法 在新冠肺炎的时候 很多教会都听从政府的而关闭了 然后流失了很多教友 导致开放了之后 很多人就不去教会了 在疫情过程当中 敞开的教会 反而人数增长 这只是一个小小的例子而已 就是我们不可以害怕 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 我们要行他的路 因为训悔必出于西安 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更要站起来 使用圣经的价值观 指出美好的是美好的 邪恶的是邪恶的 我们不可以模拟两可 我们不可以妥协 我们要尊主为大 让耶稣在我们的生命中 得到彰显 得到荣耀 让神的话语 真正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阿们 那接下来这个祷告事项就是 我们要刚藏壮胆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的生命 能够流出基督的西乡之气 让耶稣在我们的生命中 能够得到彰显和荣耀 就是神赐给我们这样的友情 好我们开始祷告 最后一个祷告事项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祷告事项 就是我们要传递真爱 让耶稣基督的圣名 在加州在美国 能够重新的掌权得胜 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经文 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到三十五节 一二三情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 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 我怎样爱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相爱 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 众人因此就认出 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我们的力量来自于祷告 专注着让我们的脑子 可以变得更清晰 让我们可以看到如何跟神一起同工 耐心的等待 把我们自己准备好 好好睡觉 好好运动 有强壮的体魄 身心灵都保持健康 注目着耶稣 坚持着真理 绝对不能妥协 敌人没有任何的能力 政府没有任何的力量 他们跟撒旦一样 力量都是人自愿给他们的 所以挤倒邪恶 憎恨嫉妒 不安全感的力量 就是爱 这是耶稣给我们的诫命 是要我们注目着看着耶稣 翻转加州 靠的不是只是政治人物 靠的不是什么宪法第二修正案 我们枪啊炮啊那些的 靠的不是忽略事实 靠的不是只祷告 但是什么都不做 翻转加州 是要用爱 用爱心说诚实话 用爱的生活来影响家庭 用爱做公益的事 用爱过每一天 用爱来感化现在的年轻人 爱就是耶稣 爱就是生命 道路真理 不要让扭曲的爱 世俗上面说的什么 包容 平等 接纳 来扭曲真理 扭曲爱 扭曲圣经的价值观 所以教会 要我们知道真爱是什么 所以我们有义务要告诉大家 真的爱是什么 真的爱就是把他们 领入到耶稣基督生命的活水的泉源里面 走那一条永生的十字架的道路 好不好 所以我们 大家一起来祷告 一起跟我们自己来捂劲 让我们可以传递真的爱 而且让我们耶稣基督的圣名 能够在加州 能够在美国 在我们的家庭社区 教会里面 重新的掌权得胜 来吧 来吧